看看新闻网 只能说采儿 你真是有自知之明啊 这要换成了别人 估计早就撕连揍人了吧 虽然节目当中 老公陈小春 也是成员之一 但最后却与正一建组队 本该搭档的夫妻二人 没有牵手 想比老婆的暴脾气 也是最大的原因吧 因为他们两个比赛的效果 确实会比我跟我老公好的 因为我们两个会打起来 他们两个感情还挺好的 会怕两个夫妻在里面吵架 被记录打掉 英才儿的活巴脾气 绝对名不虚传 当天接受媒体采访 陈小春坐在旁边 也丝毫压不住老婆的气势 只要一想起 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的 崩溃片段 英才儿就必须大吼大叫 再次发协议吧 我一直跟有人说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他跟我说小心点小心点 那个楼道很小 然后我把披萨没有拿完 披萨掉到地上了 叫你小心一点嘛 如果披萨掉到地上了的话 披萨全部坏了的话 我们得重新来 我们就白心死 但我们就吵架 小人表情很复杂 平时见过不爱人 他不会这样对我 他会这样对我 看看小春这尴尬样 就知道平时在家没少受委屈 虽然自己曾经是古惑仔 风流倜傥傲视群雄 但是如今家有辣漆 菜枯也只能打碎了 牙磅肚子里咽露 夫妻必须要去吵一下 不吵一下就 怎么能当夫妻 吵一下无聊的 自家人就算了 其实最受硬材 火爆脾气折磨的是 导演作物 既是刘云在节目当中 多次提醒工作人员 但是和硬材相处 还真的是有一种 半君如半户的感觉 面对如此帅真 可爱直爽的辣妈 大家也真的都是最爱的 不能饿 也不能热 饿到她 或者热到她 真的把你们都杀了 第一是两个女孩子 第二是两个 生完小孩的女孩子 第三是女演员 女演员已经平常受了很多苦 然后比如说大冬天 让你跳水 大夏天 让你穿一堆衣服 这平常女演员的生活 已经不是很注意了 再加上生完孩子 那女人比较虚弱 行了在线深圳独家采访不到